今天讲一篇文章叫做 The Cortical Organization of Speech Processing 它主要讲这种说话这种形式的语言 在大脑是如何处理的 有说话的形式还有文字的形式 这里边主要讲这个speech 那它呢是这个Gregory Hickok 它呢在这个Nature Review Neural Science上发表的 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 它呢根据这个神经学上的一些解剖 还有一些猴子和人的这种实验 还有一些病理 然后呢它提出了这种 关于speech处理的这种双流模型 那么这种双流模型呢 主要是根据你这个speech处理的task不同 它分为两路 第一路呢是听觉的腐流 它呢主要处理这个语意相关的 比如说一句话 比如苹果 那么呢你能知道苹果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 主要在腐流来处理 另一路呢是背流 它呢是将这个声音呢 变成这个重新说出来 比如你想表达某些含义 我想吃苹果 那么呢你怎么把这个含义呢 变成语言给 通过这个motor effector 然后来释放出来 甚至呢有些时候呢是 这种就是silence的 就是你比如你在思考的过程中 你用到语言 这语言呢你没有通过嘴说出来 但是呢你还是内部能听到你自己 就是自言自语的这种语言 那这种呢就是语言的这种产生 就是speech的这个production 是在背流处理 然后腐流呢主要处理这个speech的recognition 那作者最开始呢就是有一种疾病 叫做varnica aphasia 就是失语症 那这种呢它经常和这个STG 这个受伤有关系 我们看这个figure S5那个 中间那一块 就是pSTG 它是整个那个 STG就是superior temporal cell Jerry 就是外边鼓起来 那个叫回 就是上部的这种temporal区域 那个temporal分为上中下嘛 上边那块呢叫superior temporal ST 然后G呢是Jerry S呢STS呢就是soukey 那么这个STG这个区域坏了呢 经常会导致这个听语言理解上面的这个障碍 但是呢 有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种听语言障碍啊 就是你有些时候你听不到它这个声音 但是你能知道它的意思 比如说呢STG受伤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妈说是 把这个苹果吃了 还是吃了这个苹果 但是我知道呢 我还是去 我不知道它具体说了哪句话 但是我还是知道它的意思是要我去把那苹果给吃掉 就是它不影响我理解 然后呢第二点挑战啥呢 STG呢 它一般它会影响这个语言的产生 就STG这个受到伤害之后 它就不太会说话了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就是 就是叫做传导性识语证 它呢就是比如一样的 从1数到10 它数到1,2,3 然后它就会可能会说 基罗估论说一大堆别的 他知道这个想表达这个是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但是表达别的这个声音 那还有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伤了这个左侧的这个frontal 尤其是PS4445那个区域 或者伤了啥呢 就是左侧的这个inferior parietal 就是类似于STG那个区域了 那这些人呢 他可能是不能够识别这个阴阶 那什么叫阴阶呢 就是原音和辅音 组成在一起叫阴阶 那原音和辅音 单独各自呢 叫做阴数 那么一个阴阶呢 往往和这个节拍有关 按阴阶一个一个说出来 那么每一个呢 单独的segment呢 叫阴数 比如说 这里边它不能区分 比如说那个 这个BS44或者是这个inferior parietal 受伤了之后呢 它不能识别阴阶说明啥呢 它不能识别 比如说了一句话 它不能识别这句话 比如说 我说 我爱爸爸 然后 比如说这个小孩 他有这个 那个BS4和这个 parietal这块受伤 那他不知道 他刚才有没有说过 这个不阿爸 这个阴阶 但是他能理解这个意思 他能理解 他刚才他爸说什么意思 这和以往呢 这个 以往对这个语言理解呢 就是大相径庭 以往认为啥呢 你先得识别阴阶之后 你看到 基于这个阴阶 来识别它的意义 那实际上呢 它并不是这样的 你有些时候呢 你阴阶可能识别不好 但你还是知道 他想 那个对方说的是什么含义 那换句话说啥呢 就是识别阴阶 和这个 speech的这种 recognition 识别它的含义 字典的意义 这两个呢 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 路径 就说啥呢 有些人呢 他能够识别阴阶 就是你问的问题 刚才他有没有说 爸爸的这个阴阶 他能告诉你 但是你问他 这个爸爸什么含义 他不知道 爸爸什么含义 他不知道 有些病人是这样的 有些病人呢 他 他 不能够识别刚才的阴阶 就是爸爸 这个阴 他没听见 但是呢 他知道 你说的意义 这爸爸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对于这个 Vernica史语证呢 他是这个 语言理解上有问题 他理解不了意思 他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啥呢 声音到这个含义的这种转换 可能破坏了 另一种可能啥呢 就是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靠前面那一块 就是他主要处理 working memory 和attention 这些机制坏了 他也不能够区分出这个音阶 然后持工阵成像发现什么呢 共同持工阵成像 他现在发现 你比如你被动的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那么呢 你这个 stg和sts 就是这个 superior temporal 那两个沟合回 那两个区域 那么呢 他都会这个放电 这个呢 我们看这个figure1 那个下边那个 绿色和黄色 B图 那个绿色黄色那两个区域 就是stg和sts 那个范围 那么呢 他主要处理啥呢 声音的这种前处理 比如说做声音 进来一串声音 你把它先做谱分析 然后呢 对这个 声音 比如什么样的谱 对应的是波 就是原音和辅音 叫做音数 对应不同的音数 什么样的这个谱呢 对应这个波波摸波什么样的 这些音数 所以说呢 你被动的听声音的时候呢 这两个区域呢 它是一直被activated的 来处理这些声音 那核实公正 第二发现啥呢 就是 做这个音阶区分的task 就是比如说区分这个 刚才他说的是波阿波 还是波阿波 这是音阶区分 和具体的含义没关系 这只是和音阶有关系 那这个和哪个脑区有关呢 和这个左侧的stg 和这个左侧的这个inferior inferior frontal 就是啥呢 我们看那个figure figure1b的那个 靠后边一点 那个小灰色的区域 和前面那个bs4那个区域 就布尔卡区域 和后边的stg的沃尼卡区域 和这两个区域是有关系的 这两个区域呢 来区分这个音阶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临床上出现一个paradox 就是啥呢 就是你伤害 就是刚刚那两个区域啊 就是这个bs4 或者是后边那个 沃尼卡那个小的那个区域 它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speech的产生有问题 并不影响啥呢 你speech的理解 就是你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产生就有问题 区分音阶有问题 然后产生这个说话有问题 首先呢 我们先区分几个概念 第一个呢 叫做speech processing 就是说话处理 speech处理 它呢 就是和所有这种 orally presented speech 有关的这种处理 都叫做这个speech processing 那第二个概念呢 叫speech perception 就是这种说话的感觉 感知 那么呢 它呢 属于这个sublexical的这种task 就啥呢 它和语义没关系 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 对这个speech的这种感觉 它是sublexical lexical是字典 就是还没达 还没有就是达到这个字典水平 只是声音处理相关的 那叫做这个speech的这种perception speech的感觉 那还有一个概念呢 叫做speech的这种recognition 说话的这种识别 这个识别呢 它就和这个字典语义有关系的 它说的是什么内容 那主要呢 你得把这个声音呢 转变为一种表达 然后这种表达呢 能和这个大脑里边的这个 这个mental lexicon 它俩能联系在一起 我说一句话 熊猫 你能想到 它熊猫长什么样 那以往认为呢 这个语言的这个speech的perception呢 它是这个speech的这个recognition的一个前提 那现在呢 这个本文呢 它认为它俩就是dissociated 它俩就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但是呢 这两者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overlay 就是overlap 就是啥呢 它都得先把那个声音信号呢 做这个普处理 普处理完之后呢 它得做一些这个phonological的处理 就是对因素的一些处理 然后speech的这种recognition 语言的识别呢 那主要是需要和这个lexicon 大脑的这个字典 做关联提取意义 那这个speech的这个perception呢 就是比如说你识别音阶啊 这种 它呢 就不用和这个字典有任何联系 就是说比如你说一串书字 527483 那这串书字 你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含义 但是你能重复一遍 甚至更长一点的儿书字 你能重复一遍 那它就属于这个sublexical的 可能和这个working memory观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啥呢 就是那个背流 就是灰色的 前面那个背诗诗那个区域 有包括区域 它呢可能和这个working memory 对于处理这个事情呢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这个呢 它和这个具体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含义呢 没有关系 它和这个音阶 还有些呃 待会还会讲和语法结构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呢 它和这个具体含义没关系 比如你说吃苹果和吃梨 它可能在这个区域呢 它俩同一个一些神经元房间 当然也是不同神经元房间的 就是啥呢 因为它毕竟它这个音阶不一样 苹果和梨这个音阶还是不一样 这边再补充一点这个box1里面的内容 就是说呢 这个speech的这种语言的这种组织 它呢就是它是多这种hierarchical的 是等级的 它呢从声音逐渐变 提取提取变成这个 它声音对应的含义 它呢就是有不同这种feature 那么语言呢 都有各自的这种就是啊 因素 就是 for name for name 这通过这些因素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building block 构成你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汉语呢 一般都是这个 比如说 不阿爸 莫恩 就是这种单音阶的 就是原音辅音 音速呢 就是原音或者辅音都叫音速 它来放在一起呢 叫一个音阶 那么呢 按照不同的音速结构呢 比如说英文 它可能一个单词里边 原音辅音有一大堆 那么汉语呢 可能只有一个原音一个辅音 就比较简单 所以不同语言呢 它这个音速的这种结构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根据这个音速和这些结构呢 你可以来这个pass 就是这个 分析这个speech流 然后把这个speech呢 分成这个trunks 就是比如你说一句话 汉语的话呢 就是一个这儿一个这儿的 你把它分成每个这儿 就是一个trunk 然后你把这些trunk的含义拼起来 就构成了它整个的意义 那这些trunk呢 它就是相当于提供了 infrastructure for prelexical的这种 phonological的分析 就为接下来这个字点 这个phonological 还有声音相关的这种分析 然后还有一个呢 单词呢 叫做这个morphin 就是形速 就比如说啥呢 像汉字里边 比如提手旁 那可能和这个动作有关系 那么金属旁呢 就只要这个单词呢 可能和这个钢铁 什么这些东西有关系 那英语也是 后边加er的话呢 代表什么什么人 那前面有一个un的话呢 就代表是 和后边那个单词 相反的这种概念 这个呢叫形速 在形上 它能代表一定的含义 或代表一定最基本的含义 这些东西呢 它对于你具体的 这个单词的这种识别 它的意义 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之前我们讲那个 Figure S2 那个另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语言的 它是那个 Angela Friedrich 他写的那篇文章 就是这个语言呢 它可以 这些形数 这些要素 会merge在一起 形成更复杂的概念 比如苹果 然后你说红苹果 这些拼在一起呢 它可以 人脑有这个merge的 这种功能 然后你这个merge之后呢 还有一些 再往后呢 高级点的 就变成这个语法功能了 比如说你吃红苹果 那这个吃和红苹果 它俩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语法来定义这种关系 然后你这些语法呢 有了语法 有了这些单词 你可以构成一个句子 你就知道整个句子 在这语法下 它是什么含义的 然后整个句子呢 你放在一篇文章里边呢 你能知道整个文章 想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那这种总体呢 它是这种等级处理的 从最开始的声音 音速 然后变成音阶 音阶构成单词 单词构成词组 词组构成句子 句子构成段落 那整体这个过程呢 就是大脑处理 Speech的这么一个 至少从语言学上来讲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你再从这个 神经解剖学上来看 它具体在哪个脑区 它是怎么处理的 它是怎么来理解 不同这个等级 它这个单词什么含义 句子什么含义 它是怎么理解的 然后你呢 就可以 你如果是理解了大脑 怎么回事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AI的这个machine上 让机器也有类似的 这种处理过程 那它产生的这种 对语言的理解呢 就可能和人就很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Figure E 就本文最核心的一个图 我们首先看这个B这个图 B这个图看起来 更好理解一点 那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声音呢 它这个首先达到这个 绿颜色中间那个区域 就是STS这个 STG这个区域 就是主听批成的 也就是A1 它呢 可能主要做这个 我的这个实语分析 就是啥呢 这个前面可能处理高频 后边处理低频 然后它分析成谱 然后呢 不同时间有一个这个谱 然后你就把根据这个谱呢 你再找它对应的是 什么样的因素 这个谱信息提取出来 这个因素 从哪边处理呢 它是黄颜色那个区域 黄颜色那个区域 往下一点 就是STS Supere Temporal Sockers 在那个勾里边 在那里边 就是表面看不见 是在里边 那个大脑里边 叫勾嘛 那它呢 就会根据这个 那个谱 它把当前你说的什么因素 提取出来 比如说波 还是下一个时刻呢 是A 那它就 就波 波阿 波阿 吧 就是 它把两个时刻 每个时刻呢 都输出对应的这个因素 原因或者辅因 我们发现呢 这个 绿颜色 红颜色呢 它无论是左脑区域 左半球 右半球 它都有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从这黄颜色这块 它就 实际分成两个流的 一个呢 往上面走的是 这个灰颜色的 那两个 那三个区域 另一个是往下面走的是 红颜色的 这个 粉红色的 这两个区域 那粉红色的区域呢 叫做腐流 靠下边嘛 腐部 那它主要呢 这个根据刚才那个因素呢 它想处理出这个 查字点 找到具体的语意 就波阿爸 爸代表什么含义 然后呢 这是 尤其是靠这个 后部那个脚大的一块 它呢 属于这个 Medial Temporal MTG Jerry 这些区域了 那它主要是 处理这个简单的语意 然后再往前边那块呢 应该是ATL Anterior Temporal 那个区域 它呢 可能是 语意的这种Merge 就几个组合成一起的 这种语意 比如说这个 大 然后苹果 大苹果 那组合在一起 它就可能在前面处理了 那我们看 这个呢 它实际 你看那个右半脑呢 它就只有后半部分 那前面那个组合语意呢 它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 语意处理上呢 它 实际是这种双侧的 但是呢 这两侧呢 又不太完全对称 可能左侧呢 处理语言的信息更强一点 但这也说明啥呢 比如你把那个 左侧的这块 那个红色的那个区域给去掉之后 人呢 还是能够理解这个 语言的意义 因为它右侧那块还存在 你说一句话 它还是能够知道你在说啥 但是红色这个呢 那就是复流 它呢 将声音信号呢 音速这个东西呢 它转变成这个含义 然后上面的三个小区域呢 是背流 就是那个 深蓝色的那个 它呢 是将你刚才那个声音呢 想要表达的含义 说出来 比如前面那个 Borka和那个 上面那个Premoter 上面那个区域 是Premoter的区域 它呢 可能控制你的这个 舌头 控制你的这个声带 嗓子那些地方 然后控制你发出这种声音 那么呢 在那个Vernica区呢 就是这个 Temporal Parietal 交叉那个区域 它这里边称为啥呢 叫做 SPT 就是Solving Feature Premoter Temporal的Boundary Solving Feature呢 就是这个 Temporal和这个 和上面那个脑区域 它俩之间那个勾 最深的那个勾 叫Solving Feature Solving Feature 后边那个边界 它是长得正好区分 这个Temporal和这个Premoter 它俩之交叉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深蓝色那个小的区域 靠后那个区域 那区域非常重要 它呢 是这个 应该是 Speech 声音和这个 Motor 说话 听和说这个接口 可能是和啥小关呢 你把你想说的话 来说出来 那前面那个 我们不是之前的 有一篇文章 也是National University 它上面讲啥呢 就是那个靠上面 那个深蓝色的区域 Premoter 它呢 里边有一些 这个Motor神经元 它呢 控制不同的这种动作 比如你骑自行车 你先跨上车 然后再登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可能有 不同的神经元 在不同的时序 来表 那个它的方电 来控制肌肉 来产生这个时序上的动作 那这里边也是 比如你想说 这个Bah Ba 这个音呢 它你怎么控制 这个嘴巴 那可能就是和这个Premoter 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放电 这种关系的 那么你这个意义 怎么对应到这个放电呢 就可能需要刚才那个 SPD那个接口 就把你这个意义 转成这个具体的这个 articulation 就说出来 把这个意义说出来 变成声音 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看那个Figure 1的 这个A这个图 它就具体的含义了 我们看首先从这个绿色的框 它是做这个谱分析 主要在啥呢 STG那个区域 就是我们看到 B那图那两个绿颜色的区域 这双侧都有呢 然后谱分析出啥呢 这个谱了之后 它把那谱呢 变成这个音速 就是那个Phonological Network 就黄颜色那个区域 它呢在这个 中到后的这种 Secure Temporal Socket 就在那钩里面 STS里面 它也是双侧的 就是相当于变成音速了 就把那谱变成音速了 变成音速之后呢 那么它就分成两个流了 一个是往上边 那个深蓝色的 它是 我们说那个是背流 背流呢 主要是将你这个 声音这信号呢 这个音速这些东西 将表达出声音 控制这个肌肉 控制那个声带来发声 那么呢 它首先 到了这个 我们刚才说 那个SPT那个区域 就是Pretel和Temporal交叉 那个区域 就后边那个 小的深蓝色那个区域 它呢 做这个sensory motor的 interface 一个接口 就是你这个意义 你怎么找到 它对应的这个 控制这个肌肉的神经元 那它这个 就相当于 它做一种mapping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背流 你看那个背流 往前去 跑到前面 那个articulation网络 articulation网络呢 就是来说了 那主要是在这个 inferior frontal jerry 也就是下面那比较大的 那个bs445那个 broker区域 和上面那个premoter 它们两个呢 可能控制这个 舌头和这个声带 然后从黄的那个 往下走 那么呢 它是lexicon interface 就是声音呢 到e之间的这种接口 这个声音对应哪个含义 那么呢 主要在那个 我们看那个比较大的 那个红色 那个coho的那个区域 主要是这个 metrotemporal jerry postmetrotemporal pmtg 和这个 postinferior temporal 就是靠下边那个 那主要是处理语言的 一些图像有关的意义的 那么呢 这个区域呢 就是告诉你 你说这句话 这个因素 它对应了什么反应 然后呢 再往前呢 这边是 combinational tutorial 就是网络 就是组合语义网络 就是你把那个 大和苹果 这两个鱼 组合在一起 大苹果 那就是靠前面那个 这个就只有左侧 这个有了 然后呢 这个 组合语义呢 和上面那个 broker区域呢 它俩有连接 这个呢 我觉得主要是 做这个语法 比如吃大苹果 这个 就表达整个 一个句子的意思了 那可能是 由这个 下面那个 anterior temporal 然后 传信号给上边 因为上面那个 broker区主要处理 我觉得应该主要处理 这个语法结构 比如说大苹果 大压力 它都在代表 无论你这些苹果压力 它可能都代表 同样的一种语法 那么这种语法的 这个信息 它的 唯一尔布 从哪来呢 从下边 那个 那个 红颜色的 那个 它告诉你 苹果什么东西 然后上边呢 这个 broker 那个呢 broker44呢 就是broker区 它呢 主要是 处理这个语法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后边还有一个 叫做 概念网络 那个 这个概念网络 从哪来呢 它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 就红颜色 靠后的 那个红颜色 两边都有 那个比较大的 那个图红颜色 就是mtg那个区域 它呢 作者认为 它呢 也是一种 就是接口 它接口啥呢 就是把你刚才 那个单词 通过这个 比较大的接口 映射到 不同的 这个意义上去 这意义 应该从哪来呢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 视觉上来 这个视觉呢 主要在这个 inferior temporal 比如说这个 那里边呢 有ffa 也就是处理 这个人脸 代表什么人 那你说这个张三 它就能 对应找到 张三的这个图像 那这个接口呢 就应该是 我们看到 比较大的那个 mtg 就是那大的红颜色 那个 那这个 具体意义的 它的视觉的 这个含义呢 它是 分布式的 你看这个 叫概念网络 下面说 widely distributed 分布于这个 inferior temporal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比如房子在哪 就是处理脸的区域 处理房子的区域 还有处理这个工具的 各种各样的动物的 那么呢 你怎么把这个 语言映射到上面去 就是我说这个猫 你能想它猫长什么样 那就通过这个接口 就是lexicon 这个interface 就比较大的 一个红颜色那块 它是一个接口 那这些接口呢 它能通过这个语言呢 来提取出它的 对应的视觉 它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它实际呢 它也能这个 可能通过这个视觉流 直接传递给啥呢 就是prefrontal 就前面那个网络 你看那最外边 那个叫做 Wear High Order Frontal Network 就是把那个具体的概念 就语言 然后产生 这具体的概念 这个concept network 提取出它的形象 然后传到这个prefrontal 然后来告诉你 你刚才说这句话 是什么含义 然后我们看到上面一点 那个 Sensory Motor 那个接口呢 就是 SPT 那个 它右边那块 还有个叫 Input Other Sensory Modality 就算是这个区域 SPT这区域 它也可以接收 比如视觉的信息进来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文字 吧吧吧吧吧吧 那么你看到这个呢 你尽管不是听到的 你看到的那个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 Sensory Motor Interface 然后转成啥呢 语言说出来 比如你读一篇文章 你看到文字 然后你把它变成语言说出来 变成声音说出来 所以呢 这个背流呢 你看那个B Figure 1B 它对于说话来讲呢 它是非常集中在左边 右边没有这个背流 所以你左边这个左半球脑坏了之后呢 你可能说话就飞进了 那就很难将这个声音呢 变成这个motor 或者是这个articulation的 articulatory的这种representation 它没有这种表达 这些是因为方便 然后你才能控制肌肉说话 如果你这边这个电路坏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经常导致这种 比如conduction这种思语症 就传导性思语症 它知道想表达什么含义 但是说不出来 但是呢 就是腐流呢 就红颜色那个 它是左右都有的 所以你伤害了某一侧呢 它对于这个语言的理解呢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它相当于有一个备胎 再有一点啥呢 就是讲一点 就是我们说这个Pretto这个区域 它呢经常是很多这个modality交汇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视觉 视觉呢 这个我们说视觉那个背流 它主要处理wear嘛 它呢和这个躯体感觉 这个sensory 它俩正好交叉在这个Pretto那个区域 所以呢 现在就有人认为啥呢 这个Pretto那个处理视觉 那个视觉感觉交叉区域呢 它是做这个视觉和这个motor运动的这种integration 因为啥呢 你发现那块的神经员呢 它经常呢 对某些视觉非常敏感 比如你看到猴子呢 它给它放电 比如你看到一个凳子 它放电 但是呢 你让猴子把眼睛闭上 然后去摸那个凳子 今晚它看不到没有视觉输入 但它那块还是放电 它呢 所以说这神经员放电呢 一方面和这个视觉有关 另一方面呢 它还和你这个动作是有关系的 而且呢 这个这些区域呢 就这个Pretto这个区域啊 它是视觉和这个motor交叉的区域呢 它呢 经常组织于这个不同的这种motor effector 比如说控制眼睛动的 可能在Pretto靠上一点 比如控制手动的 可能在这个 那个靠下一点 所以它是按照这个effector的这个来组织的 尽管它都是视觉和这个motor交叉的地方 但是呢 它按照effector来组织起来的 而且这个区域呢 这个motor和这个视觉这个区域呢 它呢 非常紧密的连接啥呢 这个Pretto 因为Pretto它来控制 你这个手或者眼睛接台怎么动 因为里边有很多这种就是 比如说Premotor 它就是Pretto里边的 就是一个区域 就是它来它的不同身体的方便 直接控制啥呢 你下边哪些肌肉来运动 这说明啥呢 就是Pretto 它是一个association的这种区域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视觉和这个曲体感觉 这种association区域 它融合两个modality 然后呢 它又和前面那个prefrontal相连 相当于给prefrontal呢 提供这个两个modality融合的这种信息 然后帮助modality 帮助prefrontal来决策 接下来该怎么动 然后呢 这个区域啊 它是视觉 我们看视觉和motor 这个 这个integration的一个区域 那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啥呢 这个dissociation 它们俩还是dissociation的 可以分开的 就是可以分离的 比如说有一种疾病 叫做optic entaxia 叫做这个光学的这种共济失调 你就是啥呢 这个人呢 它能够判断这个东西 它是方形的 圆形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朝向 但是呢 它却够不到这个东西 我让它去拿一个方盒子 它尽管知道这次方盒子 它够不到这个东西 那还有一种疾病是啥呢 叫做visual agnosia 就视觉这个视认证 它就照着和这相反 它呢 能够构造这个东西 但是呢 它不能够说出来这个东西 到底长什么样 它是个方盒子 还是一个圆盒子 它不知道 但是呢 它能构到这个东西 我说你把方盒子拿过来 它能拿过来 那我拿过来之后 我问他这什么盒子 是方的圆呢 它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个腐瘤 就下面是红颜色的那个区域 它是将声音变成语义嘛 或者是变成这个 概念的这种表达 那么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谱分析之后呢 它提取出音数 音数呢 变成音阶 音阶呢 可能变成这个音词形 phonological word form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你通过ER呢 你知道这个单词代表什么是人 然后呢 后边呢 再做语法分析 然后再做这个 这个 知道整个一句话 什么含义 然后我们也说了 它这个里边是 腐瘤呢 它是双侧的 这红颜色 双侧都有 这一点通过啥呢 就是 比如说那个单侧脑伤 它并不影响你对语域的理解 还有一些人呢 叫做这个split brain 就是 左右两半脑呢 中间那个cc 它被切断了 断开了 像是像电影 那个语人似的 两个半脑呢 它各自相当于两个人似的 相互没有联系 这时候呢 它也不影响 它对语域的理解 第三呢 是这个vada 这个实验 就是你将这个 白莱尔这个脑半球 比如这个左半球 给这个麻醉了之后 那他呢 这个人呢 还是 或者是能够识别这个 语域 他说一句话 他还是知道具体语域 尽管左半球 基本不工作了 所以说明啥呢 它这是做语域处理呢 它是两边都有的 两个半球都有的 那还有一种区分啥呢 就是 声音和speech 比如说钢琴 它是一种 也是声音 但是呢 它没有这个语域 那是不是 是不是像以前说的 只有左侧处理 有语域的意义呢 右侧处理这个 其他的声音呢 其实不是 其实左右两侧 你看它提取语域嘛 它都得 两侧都有语域 而且啥呢 它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 你剪掉这个 就是 做两 两种这个 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呢 是speech 和语域有关的 另一个呢 是和声音有关的 然后这两个做擦 结果你发现 擦掉之后呢 这两边还是 都和语域有关 那个背景声音 那个呢 相当于作为 control主 你让你把 那个control主的 这个方式的 MRI信号 剪掉之后呢 你就剩下来的 就是具体的 这个 和speech 有关的这种声音了 你就是发现呢 这个右侧呢 它其实也有 也是和这个speech 有关的 这种声音处理 那后一种区分呢 就是同样的speech 有一些speech呢 声音呢 是有意义的 有些没有意义 比如说 这个爸爸 它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它爸爸的爸 那bobobo 它也是这个 类似于这个 它也有这个因素 bobo 但是没有意义 那就是它 你会发现啥呢 这两个两半球的 黄颜色 也同样这个放电 也许呢 下边那个 就是接口 那个红颜色 那个大的那图 接口 不是那种放电 但是它 它却找不到具体的含义 bo 它没有具体的含义 然后呢 作者还提到啥呢 语言呢 大脑呢 有专门的这种区域 来处理这个speech 有含义的语言 专门的这种substrate 这个基底的这种 提示用来处理语言 处理不同于 其他的这种声音 比如鸟叫 和环境的风的声音 因为啥呢 你处理出来这些 perception 变成这个lexicon的 这种含义之后呢 它会借导 接下来的这种理解 那它必须有特定的 这种神力源放电的 这种format format必须正确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才能够通过语法 来处理这些信息 比如鸟叫呢 它就不能进入这种 语言的这种分析的 这个网络 所以呢 你有专门的这种 这个stage 来构建这种format 那我猜呢 可能就是这个 黄颜色和红颜色 这之间 它往下呢 它变成 只有语言这些信息 才能 往下走 经过这个接口 找到对应的这个含义 那个鸟叫呢 它就找不到对应的含义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figure 2 就是同样这个腐流 处理这个鱼翼啊 它也是并行的 不但是左右两个半角并行 它有这个 两个这种不同的一个频率 就是脑电放电嘛 它有不同的这个 EG 它有不同的这种频率 那么呢 对于一个 同样一个声音采样 那么呢 就是寄来声音信号 它一方面 它有gab γ这种 这个范围的这种 这种高频的这种 我觉得应该神经放电吧 神经元放电吧 比如说对声音的放电 那声音放电 已经变成谱了 我觉得是神经元 这种就是整体这个网络 红颜色这区域的网络 它分为一个快放电 就是gab gab gab这个放电呢 它是做这个segmentation 就左侧那个segmentation level的 就产生音速的 因为快放电嘛 这音速是比较短的 这个 相当于 你也得用一个recurrent network 然后你才知道 它是具体是什么样的音速 右边呢 还有一个谁的范围的这种 那个放电 我觉得应该是神经元的放电 那么这个放电 它对表啥呢 音阶 音阶的这种表达 然后这个音速和音阶 字典表达呢 它呢 还有一些interaction 然后呢 你无论是通过音速 你也可以 跑到这个 字典 这个phonological network 就黄颜色的区域 你也可以通过音阶呢 然后音阶的表达呢 然后来提取这个字典的具体含义 所以它是觉得 通过这个不同的这种 就是频率 它相当于两个通道了 不同的频率通道了 那在具体一点 它讲的是这个 多时间resolution 多时间分辨率的这种处理 那么呢 它来决定啥呢 你得决定 刚才那些segment的这些因素 它是构成的这个顺序 然后呢 你才能查到这个lexicon的这个item 它具体是啥 比如说pest和pets pest是害船 pets呢 是宠物门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你具体的音速呢 比如这些音速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组合的顺序不一样 那你必须在这个 这些音速呢 你需要在20到50毫秒的时候 你就提取出来 那么呢 组合在一起呢 变成音阶 这个音阶呢 它就有一定的sequence 顺序 那么它就得音阶的处理呢 它时间的这个scale 能够更长一点 可能在150到300毫秒之间处理音阶 你会看到figure2 这左右两侧的这个 变形的这个处理的尺度 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音阶呢 就是 它呢 和这个 比如你看它的声音 那个谱 那个 你发声的声音 一坨一坨的 那一坨一坨呢 基本就是按生机 那个音阶 syllable 来做这个划分 那一个那个一坨 一个package里边的package里边呢 可能有声母和韵母 那么呢 它这个呢 或者是多个声母和韵母 那它那个就音速 就更多时间段尺度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个 比如说音阶 它的这个rate 然后音阶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这个tong 它的声调 高性还是不高性 这个stress 重音呢 还有一些porosity 它的一些韵律 然后呢 你来这个做这个pass 来这个 做这个分析 然后呢 以前认为啥呢 先有音速 然后再有音阶 现在呢 它觉得这个音速音阶可以分开 然后呢 共同汇集到这个 字典 anlexical phenological network 双侧那个大红颜色的 那个黄颜色的地方 然后它觉得啥呢 左侧呢 它就是可能不太区分 这个 这两个scale 而右侧呢 它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nard scale 就是音阶 比较长的大的这个scale 因为右侧一般处理钢琴的 一些韵律有关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figure3 就中间靠上的一个 那上面那俩图呢 它就找了这个7组 就7个这个研究小组 他们做啥呢 这个语言和非语言的这种对比 你发现啥呢 这个 就是相当于有语言的 放进到mri的信号 减去音乐的 或减去这个背景声音的 那么剩下来的信号 就是处理员的 那你发现左边右边都有这个处理员 sts stg那块都有处理员的 这个speech的这个声音源 然后这个figure3下面这两个图呢 它是对比啥呢 这个 这个 叫做highneighborhood density word 和这个减去这个 低neighborhood density highneighborhood density 就是同样一个音 它可能有很多意思 比如说8 因为无论是那个it和是这个eigt8呀 还是它呀 它俩都音差不多 所以说它意思不一样 这种呢 叫做dance的 那如果是这个音呢 就带有一个含义 那么呢 就是这个相当于不dance 所以这两个做差呢 你会发现啥呢 就是这个stg这个区域 它呢 这个 这个音呢 它能modulate 这块的神圈放电 就是 你一个neighbor特别多的话呢 你可能用比较大的网络来处理 它到底具体什么含义 呃 所以这说明啥呢 就是stg这个区域啊 它呢 是除以这个声音到这个音速 呃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左右两个半球呢 都处理 可能更偏向于左半球吧 红颜色这个区域 处理完音速之后呢 它往后扩展 就是它想通过那个 大红颜色那个找到啥呢 具体的雨翼 这个呢 雨翼呢 是分布式的 在这个inferior temporal 左右两侧都有 然后呢 那它还往前扩展 往前扩展干嘛呢 那就是 呃 做这个 语法和combination 的这种 语意的这种组合 呃 比如说那个 anterior temporal 靠前面那个 那那个区域呢 比如说 它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 呃 你让它读一段文章 那块放电 那你让它读一段文字 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呢 就和语法没关系呢 它那块放电就很小 所以那 anterior temporal 和那个 我觉得和那个 尤其是BS 是broker区域呢 它可能和这个语法 处理有关系 那也就是啊 那个靠后侧那个红颜色 那个 它可能是 啊 声音到 语意的这种接口 靠前面这个呢 就是 语意和语法 这种处理 就更加高级一点的 这种结构了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个背流相关的 就是它是将声音 转变成这个 action嘛 比如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你再说出来 然后它呢 背流呢 是这个听和说 的这种integration 比如你 我说了一串数字 然后你能重复出来 那么呢 你尽管不知道 这数字长什么样 具体什么内容 但是你还是能 很快重复出来 你就是得维持 这个刚才那个声音 speech的声音 并且呢 还能够盖得你这个 speech的这种gesture 比如你声带 是怎么动 这样能够准确地 达到reproduce 它呢 是这个语言发育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比如你干扰这种 就是声音的这种feedback 那么呢 它就会影响你呢 这个做这种reproduce 影响你这个 学习新的这种vocabulary 它呢 有点像这个 听到说的这种sultan memory 它呢 它有这个segment level 的这种处理 就segment level 就音速相关 你就得能够采集 这些声音 然后呢 并且 维持这些basic articulatory 的这种 音速的这种skill 比如别人说一段话 你得能听清楚 这每句话的这个音速 都是什么 第二个呢 你还得知道 这些音速的这个sequence 排列顺序还得对 然后这样的话 你才能获得 学习新的单词vocabulary 然后呢 还能online 这种get的 你的这种speech sequence 比如说 别人说了一个 比较奇怪的单词 比如tama glaki 那么这个单词 你以前从来没听过 也不知道什么华语 但是你还是能重复出来 tama glaki 然后比如说 别人在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意义 那你就可以把它associate在一起 那么呢 你得能够把这个声音呢 变成一个sensory的一个表达 它include了这些音阶 然后还有这些 音阶的这个顺序 都include好了 然后呢 你还能根据这些sensory表达呢 重新说一遍 reproduce 就是刚才那个tama glaki 这些东西 那它呢 就是一个前向的 这么一种机制 能够根据这个sensory呢 能够把它变成 这个motor的表达 能控制你的声带 来产生同样的声音 然后呢 可能还有一些feedback的monitoring 比如你说tama glaku 那可能它这个后边 你发现说错了 tama glaki 那么呢 你还能够对它进行调整 所以呢 它相当于一个sensory和motor的 这么一个 相当于一个 转换器 比如说你 新学的这个单词 它不常见 而且很长 那么呢 你就得需要比较多的 这种sensory guidance 当你逐渐 比如这个单词 比如它是一个人名 你成年总说总说之后 那你这块呢 它就通过学习呢 它这个整个表达呢 它会转变 它可能转变成一种 就是自动型的 就automated的 这种motor 这个trunk 就是你一想你这个人 你直接把这句话 就说出来了 那你现在呢 就你刚学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得 用很多资源 然后来记住这个单词 然后那figure4呢 就是刚才你听到 一个声音之后 然后你重复这个声音 它用到哪些脑区 比如sts 可能处理这个声音 变成音数 然后spt呢 就把这个声音 map到它对应的这个motor 然后那个前面 那个区域呢 就是broker和那个premoter呢 它可能控制 下边的一个声带 然后来产生具体的声音 那这种产生声音过程呢 它主要集中在 这个左半球 左半导 所以呢 左半球受伤呢 经常会导致 这个conduction ophysia 思语症 传导性思语症 就是它呢 它能知道它要说什么 比如你一样的 从一数到十 但是经常有时候 数到一二三四 它表达不出来 尤其是对那些比较长的 就是anaglactic 我刚才说那个 或者是心学的这些单词 它这种想表达的呢 它就是更困难了 因为主要是左侧受伤了嘛 这些 做这种就是 从这个sensory 到这个表达 这种转换的这个电路 它受到破坏了 但是呢 它腹瘤没破坏 所以它对这些东西 理解还没有不成问题 但是表达去出现了问题 尤其啥呢 你伤害左半球 右半球那块 它对理解 它有这个弥补作用 所以它对理解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个spT那个区域 它呢 它呢 不但对听觉都有影响 那视觉呢 对它声音源放电也有影响 比如你看一段文字 你把它读出来 那这块呢 也起到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 转换的作用 把视觉信息 sensory的感觉呢 转变成这个声音 然后它这种转换声音呢 我刚才说了 它和这个 具体的这个motor effect 有关 比如说 它这个声音源放电 你想让它 比如让一个钢琴家 它听一首曲子 听完这首曲子之后呢 你让它哼出来 就是默默地哼出来 就是不出声的哼 那么呢 这块 比如spT靠上一点的房间 那么呢 你让它就是 想象地弹出来 就从钢琴上弹出来 它可能也是这个spT 但是靠下一点 而去房间 所以它 具体的这个 神力源呢 它和 还和这个输出的 这个modality有关系 按照这个输出的 这个motor的 这个effector 具体的effector 然后呢 来这个 做这个 不同的神力源 聚在一起 所以呢 这spT这些东西呢 它和这个声音 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它是声音的这种 就是感觉到 这个motor的这种 相当于一个转换器 但是呢 它和具体这个声音 的这个effector 以什么东西发生 声态发生啊 还是以这个手指的弹 发生 它还是 有不同的这种区分 主要区分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神力源 放电上 然后这个spT呢 它还位于整体的 在plum temporal 这个区域 这个plum temporal呢 它 从这个 这个细胞的这种 叫做 citalarchitectology 就是细胞分类 它可能分为 还分为一些小 不同的这种 你看那些细胞 就组织还不太一样 可能分为四个 这种指区域 然后这个 这个pt 这个大 它总体呢 它呢 接收这个声音 这个主声p成A1区域的 这个输入 然后呢 它来做一些 比如segregation 然后来做这个 谱的这种 就是 pattern的这种match 它呢 可以做这个 语言处理 还可以做啥呢 music 音乐 还有这个 关于空间 位置的这种 处理 然后它呢 告诉你 啥呢 这个object 它的具体的一些 information 比如说 后边有一个人 走过来了 它在哪个 离你近 还离你远 它这个也是通过 声音传递过来的 也是在这块来处理 还有一些 它可以处理一些 非声音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 你看一个人 它的嘴唇张开 它说话 你大概也能知道 它说什么东西 它有一些 视觉的这种motion 也在这块处理 所以呢 它因为它这里边 很多区域嘛 它觉得可能是有 不同的这种 它是一个整体的 计算的一个hub 比如说 它可以 处理这个 声音从哪块来的 比如说处理这个 声音的这个音调啊 音乐啊 这些东西 那总体呢 这篇文章呢 就提出了这种 双流模型 说这个speech 这个网络呢 它需要和这个 motor网络 相互作用 也需要和这个 概念网络相互作用 然后呢 它的辅流呢 是处理这个 具体的这个字典意义 它呢 是并行的 只有两个半球都有 而且采样率还不同 然后背流呢 它引望我这种 就是speech的这种产生 来处理这个 区分这个音阶 这个音阶的这个sequence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我这个音阶 都会有什么意思的 我这个音阶